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 通识 导论 那内门课非常有趣 因为从人类学开始讲起 然后会逐步讲到语言学 艺术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跟人发生关系的所有的学问的学课 内门课我觉得是弥补了现在中和大学里面 在人文通识方面的一个缺陷 因为我们现在选修课非常有限 不可能给我们的本科大学生 开很多并于人文科学方面有关的课 但是作为我们一个艺术设计学院 人文素质方面的课又非常重要 比方说历史学 文学等等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就参照了基本英国的人文通识的书 他们主要是讲艺术类的 我们进行了一些重新的改造和编辑 那么我们就做一套人文通识的这样的课程 这个课程其实比较耗力了 因为这个课程每天晚上要有两个钟头 连续八周也就是一共16节课 要讲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对内门课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高清的录像 那个录像如果完成了以后 是我们想逐步的提供给大家看 也就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分支 大家在网上大概都很注意 我有很多课程 那些课程其实讲的时间都慢 就是有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 大家记得我最早的课程 我自己看见的在这个YouTube上的 YouTube上的这个课程 最早有2002年的课程 好像是在中央美食学院那个中转地讲的时候 那是录的 录的也很不好 穿一个黑颜色的西装 天气很冷 人也很憔悴 并且呢当时讲的时候也没有做什么准备 那是最早的 然后陆续的我在山头大学 在广州美院 在很多地方的讲课都被录成了录像 然后一点一点的放上来 那么最后呢就在这个YouTube或者You库上面 形成了几个很大的这个设计演讲的图库 我遇到过几个研究生 他们都说非常高兴 就是因为靠了你的这个图库呢 他们考上了研究生 我倒不觉得那个图库有多大的帮助 不过如果在你的这个 对于设计史理解的不够的时候 那个图库倒是 就是那套视频 你看几套的话 你可能脑子里面对于这个现代设计 会有一个比较立体一点的 这个形象和认识 但是呢那些 我都觉得有很多的问题 有些人说你应该搞精致一点 我昨天是花了一点时间 看一看别人的制作过程 我看有些就是做得好啊 像马卫都先生那个嘟嘟 那个真是做得好 在他的官府博物馆 有几架相机 切 推 拍了他的房屋 有很好的光线 拍了他的猫 拍了很多很多东西 并且他讲的过程呢 我估计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剪辑 依据错话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 那个我想了一下 我大概自己很难做到 那样的水准 因为不但需要一个专业团队 主要是我讲话这个方式啊 不太适合这样讲 因为我是那种 叫我卖也很难卖 就是机关枪式的 哐啦哐啦就讲出去 那个并且呢 不太在乎 这个有点口误 因为我觉得读者 是有能力把口误改过来的 比方说年份讲错了 明明是讲1884年 讲成了1984年 并且一点都没有觉察 就这么直推下去 这个是我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要把我做成那种 装实的非常精巧的节目 我大概真是有点困难 所以呢 昨天我又问了我的一个 在上头大学的 这个电 做这个电脑方面的一个住所 他说其实这就是你的风格 你就完全走到哪儿 讲到哪儿 也没有什么准备 这恐怕也就是 有些人会喜欢听的 讲点时事 那老不讲时事 大家觉得好像对不起人 你天天讲你的艺术 讲你自己 好像你这个节目 是个公众节目 你敢讲点时事 我只说了时事有很多东西 论不知道我讲 有的是人讲 那我能讲什么呢 我讲讲这个 大家最近很关心的 津巴不韦 大家说津巴不韦 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远啊 倒真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最近在香港有几天 我周末在香港有几天 坐在那里 写东西比较安静 第二个是那边上网 速度比较快 我凡事到香港 我就看外国报纸 有一个恶习啊 就买纽约时报啊 还有这个南华早报 South Morning China South China Morning News 南华早报 不过那个报纸 现在属于马云 所以也谈不上 什么香港报纸 当然里面用的这个外国 或者是香港 这个英文记者的文章 是比较多一点 但是他在一些重大问题上 他基本上是马云的立场 马云的立场 是国家的立场 所以那个倒没有什么 特别的值得关注 所以我现在南华早报 看的也少 因为总是想看 Different Viewpoint 看不同的这个观点 那么最近看呢 打开看 那个华尔街日报 或者是英国的泰晤士报 香港的报摊上 都会有的 大一点的报摊 不是所有的报摊 我特别讲到 香港买报还有一些讲究 你要想买纽约时报呢 基本上的报摊上 不会买 因为很贵 这一份报只要 我想想要多少钱呢 我是想好像是60块港币 还是50块港币 我记不太清楚 反正是买一份这个 我平时看的那个叫做 亚洲周刊 那本是这本杂志了 明报集团出的 才30港币 反正买一份纽约时报 起码就30块港币以上 也就是说你买一份报纸 可以买份杂志 这个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当然物有所知啊 纽约时报里面还是很有东西 就是我昨天 昨天买的这个车站上买的纽约时报 就是昨天 昨天因为坐火车 坐高铁回汕头 那么在车站上就买了一个纽约时报 翻了一番 翻了一番呢 纽约时报这个海外版 它原来叫做这个先驱论坛报 国际先驱论坛报 现在赶成纽约时报 但是我那个人看报很快 它就可能加起来20页 20页有一些整页的就是广告 有没有东西看 然后你翻过来 翻过来里面有有几页 那有几页 你翻一番 它这个这个栏头叫culture 那个文化有关的 那么你把它这页一打开一看 我这是讲戏剧 好像这个就没有你要的东西了 就是这么一番翻 事实上看来看去 我真是想想看的好像没有 就是有这个冰岛的女歌手 这个Bee Jones 她呢就写了一封信 对这个optimism 对这一个立场的一个转变 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歌手呈现很出名了 这个我不知道中文译成什么 Bee Jones 那个那就这篇文章 我还会看看其他的 大概没什么用 后面又没有影评 这买的礼拜一版的这个报纸 这个香港大部分地方 没有这个中文英文报纸卖 大家不要以为香港的地方挺开放的 好像到处都有外国报纸卖 不是的 就只有南华早报这个英文版 就一份 因为大部分香港人像不看英文报纸 并且在这种国际公司上班的人 他们那边有免费的报纸 这个所以呢这个买报纸还得有几个特殊的报纸 我告诉大家哪些报纸会有 大型的这个地铁的转车站 这个7-11 那个71店里面会有 你别瞧不起他们 一个小小的7-11 卖点赞名字啊 卖点口香糖什么东西 他那地方会有 这个纽约时报杂志 甚至有华尔街日报 他主要是那个 在那种地方 他走途经的外国人比较多 这个是第二个就是靠近那种交通枢纽 那种地方 他的报纸上面 他会有这个报纸 这是非常少的 但是我因为非常熟悉 这些城市的这些报纸 所以呢我基本上一去就能买到 我在中环肯定是可以买到 因为那个老外多嘛 但是如果你跑到台湾去 那个7-11未必有 但是这个 在大鱼山的这个东冲 他这个7-11他居然有 就因为那个地方住的老外多 当然如果你都买不到 你要找地方买 香港机场绝对有 香港机场的报纸的丰富性 是非常厉害的 那个我到澳门很沮丧 因为澳门不卖报纸 澳门的那个赌场里面 是绝对不卖书报的 因为买书报 你报这张 拿张报纸拿着一本书去看 你还赌个什么 所以呢没办法 所以这是我们说买杂志买报纸 那得有经验 不过我是很幸运 因为我知道哪有 一去就买到了 不不便宜啊 30港币吧 我想这个就是 这一本杂志的价钱 不过物有所知 没有一页是废话 每个字你都可以从头看到 这个比买一张其他的报纸 像香港那些便宜报纸 5块钱一份的什么明报啊 6块钱一份的苹果日报买了 从头到尾都是废话 可能你要看的大概就是一点点 那性价比 那纽约时报的确是高很多 那这个看这个报纸里面呢 那里面这几天都在讲这个 穆加倍 讲这个 精八部位的这个独裁者 老不下台这人 所以呢我就挺注意看 连续这些天 在香港看那个CNN 那BBC 也叫穆加倍 然后打开报纸看 也叫穆加倍 奇怪的一个 非洲南部的 靠近南非的这么一个国家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个报道呢 然后呢 再上YouTube啊 再上BBC啊 看他的纪录片 我发觉 这事还挺大 第一个 这个国家不小 这个国家相当大 你们看看地图上 在南非的靠北 一个内陆国家 相当大一块的 金八部位 那个国家的第二个呢 就是他极为的富裕 那个国家 良田万亩 别人说这是 等于是非洲的粮仓 相当于乌克兰 对于俄罗斯 这么一个意义 叫粮仓 或者是中国的 像这个什么 安徽江苏啊 对中国的意义 就这么一个地方 非常富裕 这地方呢 制造业还特别强 他在英国殖民时期 他的制造业 是整个非洲 仅次于南非的地儿 也就是说 他有这个 非常强大的农业 有第二个 有非常强大的 这个工业 交通运输也还不错 就是说在英国人时期 做了很好的铁路系统 所以呢 官方语言 英语 你看那些 那些 那些 推翻 这个沐家贝 那些军人领导 各个上台讲话 英语都不差的 都不差的 起码讲得通 那个不像 有很多国家 这个军政府的领导上 他讲的 法文 变角的 英语是个通用语 第四个就是 它的 矿产极为丰富 它地下有黄金啊 那么一个地方 并且有铜矿 非常丰富的铜矿 所以你说矿产资源 土地资源 农业资源 这个工业资源 样样都有 哇 这地方 好地方 所以说 津巴不为 应该是非洲第一复国 并且天气非常好 去过的人说 那个地方像小瑞士 就跟夏天不是很热 冬天不是很冷 那么一个地方 民风淳朴 老百姓 被一个 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家 统治了一辈子 好像没有什么怨气 昨天那民众出来 上街示威 再歌再舞 我们建国那样的示威 开枪得很 军队在旁边看着笑 也不开枪 哎呀 这个国家了不得 但就给这个穆加倍 搞得一塌糊涂啊 这个穆加倍 这个1980年上台的 这位 这位人凶 在那里就是 不干事 这个任务 人为亲 国家腐败的 一塌糊涂 这个 没法说 这个 所以呢 最后 他的老婆 比他小 四十岁的老婆 要上位 所以呢 这军政府不干了 就把他 是把他 软禁在家里 也没有抓他 就把军队 把他加盟口堵住了 这家伙他自由性很大 穆加倍最近还参加了 一个大学毕业典礼 一口不说自己要辞职 这个穆加倍这件事情 让我们就 开始看看这个 津巴布韦 津巴布韦 他原来是英国殖民地 他给英国殖民 前面我们都说过了 英国人呢 把这个南非殖民了 南非当英国殖民地 当了很久 那地方复杂 在南非那带 有荷兰人 我们叫 住在那边的荷兰人 我们叫布尔人 所以后来才有布尔战争嘛 荷兰人在那地方待了很久 少数德国人 大量的英国人 南非现在的 这个官方语言 还是英语 所以这是南非 然后就顺手把南非北部 更肥育的一片土地 也把它殖民了 当然本地的土人不高兴 跟他们的英国人打仗 打起打吧 没打赢 最后就给殖民了 殖民了以后 英国人呢 因为那个殖民 那块地方的人呢 叫做 叫罗兹 就是罗德党的那个 罗兹 那么为了进入这个殖民 他们的人 叫罗兹 这个地方就叫 罗德西亚 叫罗德西亚 大家如果有点记忆的话 记得这个七十年代 我们经常这个支持 非洲兄弟的 反殖民地的游行 经常就支持 罗德西亚人民 我们当时谁都支持啊 我们是这个 这个第三世界朋友的 好朋友 我们经常有些画像 毛主席站在中间 来自非洲的朋友 把他围住了 握手 画了很多像 我记得好像是 吕恩怡 就是海军的一个美术 美工画的 画得特别好 那个非常平 单线平图的那种油画 非常特别 很民族画 那个那张画 我印象很深刻 但反而为的就是非洲人 我估计里面 就有这个罗德西亚人 因为罗德西亚 当时给反应 反而特别使劲 英国呢 又是美国的走狗 那么所以 跟着这一起的话 那个罗德西亚的 这个反殖民斗争 非常非常激烈 当然这个可以理解了 就是说我们 很多非洲国家 在19世纪 被欧洲拿来当殖民地 然后这些殖民地国家 一个一个的都要求独立 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 由于这个殖民 宗祖国都造的血弱 首先德国 给打败了 那德国的殖民地 全部都跑出来了 跟着荷兰 小屁国家 马上就独立 也给他踢走了 布尔战争不弹了 然后剩下又法国和英国 各占一块 那么英国搞得比较长 英国后来让他自治 像南非联邦 那就变成南非人自己的国家 那讲英语的 那么闹了很久 还搞这个种族 隔离 Aparthe搞得很长 把这个曼德拉 灌在监狱 灌了几十年 这个是英国人的地方的事情 最后 这个世界的压力之下 这个南非 就终于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 那现在黑人治国 那就是这事就过去了 南非现在怎么样 咱们就不说了 当然还有很多国家 就跟着一个一个的独立 所以六七十年代 那真是可以说 反殖民主义运动 风起云涌 又包括这个罗德西亚 罗德西亚分过一次 就分成一个北 罗德西亚和南罗德西亚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津巴布韦 是南罗德西亚 南罗德西亚呢 更加富裕 那么后来起搞八搞 那又转折了 这个领袖 那个领袖谈不通了 反正都是黑人之间 英国人呢 又认这个不认那个 英国人诡计多端了 最后呢 选中这个穆加贝 穆加贝 穆加贝呢 那个时候年纪不大了 那个八十年代 他估计四五十岁 在英国的文官政府里面 也有经验 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对于县政的也懂 也懂 特别会讲话 那个有牧师的天才 这样呢 老百姓就投到的票 所以呢 这个 就当选了 八零年 八零年英国人 终于说 行了 你们自己搞国家吧 他们就改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名字 就是按照他们的 这个一个最美丽的 一个城市 叫Zimbabwe 就改成叫Zimbabwe 那就成立一个独立国家了 这个穆加贝 就从那个时候 稳稳荡荡的 当上了总统 这总统呢 没限期 一当 没有完 当到谁 什么时候呢 当到今天 哇 你想想 1980年 当到2017年 现在还不延退 这可是历史上 最长的一个总统了 他命也长 他活到现在 他九十七八岁 还在继续当 身体 看还不错 这个穆加贝呢 他那个命长 所以他的老婆的命 都没活过他 那一大老婆去 结婚 离婚 去世 一搞一搞 搞到最后 到了大概六七十岁 他有个打字员 二十多岁的女打字员 他大概都七十来岁 所以他爱上了 这个打字员 举行婚礼 求婚 成功 这女打字员 Grace 格里斯 完全一劳外名字 长得挺漂亮 你到现在看他 还风云游群 游存 就是太凶 这个女的 你看那样子 经常穿军衣 穿那个理彩服 戴个贝雷帽 就女人们长得好看 你穿那衣服干嘛呢 穿那衣服 特别耀武扬威的 跟这老公 嫁了这老公 死心塌地 老公年纪太大了 也就没生出什么后代 那么他就 显然是后代 那么这一下 这个那场婚礼 据说是世界婚礼 那到这里结婚 那里结婚 钻石象牙 不知道用了多少吨 不停地搞 大家知道 当时那个 90年代 那个津巴伯 已经穷得不行了 穷得叮当了 那个这个 还在搞那种盛宴 老百姓 当然怨气很大了 不过老百姓 在津巴伯 老百姓挺纯良的 除了打英国人 挺下力以外 基本上就不怎么用力 所以呢 也就忍了 当看热闹 看戏 老总统结婚 娶了一个小媳妇 大家看看 很开心 就这么就 世界婚礼 然后就来了 然后这老婆呢 特别能挥霍 那买东西 那就比那个 菲律宾的那个 马克斯夫人 那要严重很多倍 因为他的真金白银 马克斯夫人不就喜欢鞋吗 买了一房鞋吗 这家伙喜欢钻石 那可不是买了多少钻石 买巨大的钻石 我讲他的钻石 大到什么地方 他钻石基本上当武器 他这个2008年 他把女儿送到了香港 去读书 我下面想想 这个香港读书 这跟中国人有关系 2008年 他的女儿送到香港读书 香港的城市大学 城大 就是那个 我们到沙田的那个路上 在有一个站 叫做九龙堂 九龙堂一出来 有一个购物中心 叫做右一城 右一城的对面 就是城大 那地方根本没法读书 这学生全留在 那个shopping mall 里面喝咖啡 那个非常艰难 那个大学 香港有几个大学 离shopping mall太近 那个这个大学是超近 那就在shopping mall的门口 那坐车回家 非要通过shopping mall 才能回家 所以我当那个 咖啡店看全坐的学生 拿一个笔记本 在那玩游戏 哎呀 我说这书读的 这真是了不得 哎 穆加倍 挺会选 他生了一女儿 就跟这个 Grace生的这个女儿 而这个女儿呢 就把他送到那读书 送到这个 香港城大读书 住哪呢 他自己是有豪宅的 在新建 买了一栋三层楼的豪宅 大概花了 这个五六千万港币 很大一栋豪宅 也给结出来了 但是呢 重兵包围 没人能够进去 那怎么办呢 有时候住酒店 住哪个酒店呢 住Irland Shangri-La 住这个半岛 香格里拉酒店 特别好 一酒店啊 在那个金钟 和内战上去 有两个 一个叫Konra 一个叫做Irland Shangri-La 就那个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 住在那个酒店里面 当然记者等他 狗仔队嘛 Paparazzi Paparazzi 那他曾经都等他出来 因为知道 第一夫人住在这里 又这么一个漂亮的 这个Grace 那个 结果 08年有一天 有一个英国记者 大概在那里等到了 看他来 大镜头拿起来 这个Grace 走到那个Lobby 那个大堂 看见外面有记者 离他大概有 估计还有七八米 很远 他过去 打 打那记者 连打 记者拿着相机 打跟打倒在地 脸上打 你想这女人多厉害啊 打记者 打得那么下力 这穆加贝夫人 打完记者以后 记者发现脸上 给打出一条条条的血 哇 你想这个人打 你怎么能够 打出一条血印 变成像拿刀 隔了一样的血印 后来一看 就他那钻戒 带了个几十克拉的钻戒 凸在表面 拿那个打 那个钻戒 不像刀一样吧 变成钻石 那个硬度多厉害啊 比钢铁高得多了 下去一下 就是一道 再一下又是一道 记者后来 送到医院去了 这 格雷斯打记者 还不是一次了 他打了很多记者 并且都是拿那个钢钻去打 哎呀 我看这女的了不得 但是穆家贝喜欢她 穆家贝这个 就那就 你们就住香港吧 那大家说 这总统女儿读书 干嘛不到英国 美国去读书 大家记住有一点 英国美国不让她读书 英联邦国家 就是说这个穆家贝 是个独裁者 那么不让她读书 所有学校 不管是私立功利的 就是不让她女儿读书 所以她去不了 她后来跑到澳大利亚 想到澳大利亚进大学 结果澳大利亚大学 知道是穆家贝的女儿 立即吊销 走 她没办法去 但她只会讲英语 怎么办呢 找讲英语的地方 就专什么地方呢 他们这些官僚的子弟啊 都专什么地方 专着讲英文的地方 新加坡 马来西亚 那么喜欢去的地方 那当然香港是首选 因为城市最富裕 又最方便 又好玩 所以她女儿就在成大读书 我讲一例子 这个我没有确实啊 她女儿在2008年 在成大读书 报了会计系 会计系就不要动脑子了 这个会计系 她那都不要学了 会计系 你想她爹管了一个国家 她要会计干嘛呢 不就女儿装个样子吗 那就读了一个最容易读的系 那行不行都无所谓 然后呢 她还报了人党 北京的这个中国人民大学 她报了个人党 我不知道什么系 好像是汉语系 也报了一个 都是一年吗 2008年 她同一年毕业 什么时候毕业呢 2011年毕业 毕业的时候呢 在香港这个大事了 因为成大毕业 当时成大有很多学生 我记得那个时候去成大 她有几个老师 做这个交互设计 跟我说 我们这里有一个公主在读书 我心里想 还是这种金把碧眼的公主 她说不是 非洲公主 我说你见过吗 没见过 就学校的老师都 风闻其人 不见其人 那么 到了2011年 他们说来了 她毕业 这小孩 她总得拿文凭啊 香港的文凭 它是有英联邦的意义 所以呢 就拿文凭 拿文凭 这来了 来了还不用说 家长也来了 谁来呢 格雷斯来了 打人的 我看那个时候 记者离他特别远 怕他拿拳头 拿着钻石 再去揍记者 格雷斯隔得 巴掌远 记者 所以这个帕帕拉吉 没拍到什么精彩镜头 老王来了 总统穆加贝来了 穆加贝出席典礼 哇 我看那个时候的 长腔短报啊 拍这个 统治了刚果 40年的这么一个人 就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呢 上台以后呢 经济一塌糊涂 这边搞国有化 把外国资本全部撤走 又把所有农民的地 原来都是像英国农业农场主 把地给他收回来 平均分给农民 最后变成荒体 一塌糊涂 通货膨胀厉害 拼命印票子 2008年 发现了人类历史上 最严重的通货膨胀 他印了一套新钞票 他们是用圆 最小多少钱一张呢 5亿 5个亿 你想有多少零啊 5亿 10亿 15亿 最大的一张多少钱呢 这是人类历史上 最大面值的货币 1000亿 1000亿 你想得多少零啊 那吓死人 那张货币 从头到尾都是零 那1000亿 1000亿 购买什么呢 买一个面包 所以我们看 电商有些人 拿了金八不为币 拿打火机在烧 所以这个军队 现在受不了了 你现在好像 明年要把权力交给格雷斯 那我们还要忍受这个 用1000亿 买一条面包的历史 不行了 你得下台 把他围住了 这几天好像有些 这个 磨来磨去 他又没有说明说下台 但是给了暗示说 愿意下台 但是老婆又在那里很凶 never never 说 所以呢 金八不为 非洲粮仓 现在还正面临一个事情 所以现在所有的西方媒体 铺天盖地的报道 不过我们报道的很少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